吉安乡华人海提提顶步道 是民众休闲运动的首选之处 但是一到了傍晚 就显得照明有所不足 为了提升夜间运动的安全性 吉安乡公所在109年 就向九合局争取景观灯环境的改善工程经费 希望能够将华人海提沿线 新设20盏的路灯 来照亮民众的用路安全 吉安乡公所在109年提报了 华人海提景观灯环境改善工程计划 积极向九合局争取水资源基金 获得99.8万元补助经费 沿华人海提自行车步道 设置范围长约550公尺的路灯设施 那在整个营造的过程当中 吉安乡公所他们已经表明 他要善用这一个海提上提顶 来做他们的一个自行车道跟步道 所以我们在海提新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预留有关一些路灯的一些灯座 来给他们做使用 同时我们透过苏郡的工艺支出 我们分配经费 在去年分配了99万8千元 今年分配了69万8千元 就由他们来透过这样的工艺支出 来施作这样一个路灯 谢谢九合局寄助我们的资源跟经费 让我们在我们的化人海提建构一个540米以上的长度的一个灯具的建构 让我们在夜间运动休闲的乡亲也能够得到了很好的照明 所以我们今年也获得九合局继续寄注69万 要来完成整个化人海提 从头从北到南的一个建构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所有的乡亲运动休闲 可以来到好山好水好安全的吉安 吉安乡化人海提提顶步道 是民众休闲运动的首选之处 但是一到了傍晚就显得照明有所不足 现在多了20盏路灯也让运动民众安情不少 大哥你说你以前不敢过来 对啊因为暗暗的啊 带着老婆就很像不安全的感觉 那你今天走感觉怎么样 很棒啊 怎么说 因为亮了啊 亮了哦 对啊因为这里至少野狗我都看得到啊 没有路灯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害怕 就不敢走完 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可能走个一小段就好了 会觉得安全会 会觉得会怕怕心里会会怕怕 现在有整个路灯的时候 可能可以走完全程 甚至走往那个方向 直接走到底都可以 会觉得比较安全啊 真的要谢谢九合集 还有我们乡公所 还有我们代表会一起努力 把这条路 目前你现在看得到的 单身的女子一个人也敢走 以前绝对不敢走 为了提升民众夜间的用路安全 江湘公所在近年来 新建了许多路灯 但也增加不少地方财政负担 因此公所也特别推出路灯任养活动 我们一万两千多长整年的维护费用 其实在我们乡预算的比重蛮多的 将近最少都需要一千五百万的电费 那也有推广路灯任养的活动 如果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来 在乡公所这边建设课洽询 路灯任养的话一年一展的话是八百元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越任养 发挥功德爱心 另外如果有乡亲发现 乡内的路灯不亮需要维修时 也可以通报给乡公所 或拨打电话到县府1999专线 只要确认路灯有损坏情形 就会采随报随修的方式 照亮民众的用路安全 缤纷吉安 华人海迪 欢迎大家一起来 耶 记者徐立琴 吉安乡报导